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应该就是花一段时间 会在昨天的一个大量长黑的下缘 做一个另外一个阶段的一个 算是运作 重新酝酿下一次机会 重新酝酿下一次机会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指数部分今天是涨73点 甚至是涨了173点都一样 不会这么快 你就是花时间等待 以指数而言 因为它代表整个市场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就是等待 那操作上面很多人最近我发现有些投资朋友 跑去追逐了一些防疫概念股 那防疫概念股到底可不可以做 基本上我是没有去操作 我就没有操作 基本上我讲过了 你会去做防疫概念股 那代表 你对于整个产业 你不了解 所以看到防疫股好像是强势 你就忍不住又跳进去追 如果你对产业了解 你心里很明白 发生现在这个事件 你应该 而且是你一定要这么做 积极的去找好股票 赶快找机会介入 因为这个事件会造成一个中长线的 非常确定的转折的买点 可是你要买对 当你买对之后呢 当整个行情市况直稳了 那你买对的标的就冲很快 就是如此 那你现在跑去买防疫股 为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 只是 那些口罩概念的 真的强的你也买不到 对不对 那其他的跟口罩 有一点点牵扯到关系的 或者根本没有关系的 你敢买吗 昨天很多的生计股涨啊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些生计股涨跟防疫 有直接关系吗 甚至昨天有一些 疫苗的公司 像是 国光生也是疫苗的嘛 对不对 昨天涨停啊 你看今天 所以不要乱做各位 你做股票你不能乱做 真的我认为这一波防疫股 你如果真的有机会 真的会得到对那些公司来说 会有 真的会有 会有好处的 应该是 就是口罩啦 不知不相关的啦 那你要去扯到其他的一些生计股 跟这个有关系 我就不认同了 所以防疫股我认为各位你看看就好 你还是回到正常的正确 你应该做的做法 什么做法 把这个产业 你真的去了解这个产业之后 把好的标的 把它找出来 那今天我会跟在节目中透过了 这个时段 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分享一两档股票 那我觉得 这样的标的是值得你们去注意 去观察的 我认为在2020年 今年就是属于成长性的 我们精选出来的标的 等一下我们会做了解 那指数部分呢 基本上我昨天已经讲过了 这是SARS SARS之前 在民国91年92年的SARS 发生的一个期间 在这个期间 这是月线 一根K线代表一个月 所以 他告诉你一件事情的 我看到SARS发生之后 很快的反而就上去了 可是 昨天我提醒到各位 我说这一次比较不一样 是他的位阶是不一样的 之前SARS发生的时候呢 它是在10393 跌下来之后 反弹 再下沙 这里出现SARS 代表说我已经 我的筹码是沉淀过的 沉淀过的 出现利空 已经沙不下去 为什么 因为麦芽已经消化又消化了 这里消化一年了 这里再消化个半年嘛 对不对 所以你已经没有卖压了 所以尽管SARS发生了 你看量 是不够大的 所以呢 底部 就做起来了 又重新回到挑战 接近一万点 对不对 可是这一次不一样 如果硬要拿过去的经历来讲 讲这一次 我觉得我就不是那么认同 但是我认为最后的结局 有一个点是确定的 确定就是说 因为你是一个疫情的一个拉回 所以它绝对会造成什么 绝对会造成一个 中长线的极佳的转折买点 一定会 一定会 那 这是我们要去把握的 那这一次的行情呢 差异就在于说 它是根本就是没有经过 筹码沉淀过的拉回 直接从万点之上跳下来 它根本没有经过筹码沉淀 所以你说经过昨天一根的一个 2700亿澳 所有的筹码都清干净了 筹码已经沉淀完了 我不这么认为 然后呢 接下来就看了 那接下来等到入股开市之后 你看它怎么表现嘛 对不对 入股开市是接下来 我们可以想象到的到就是 市场的一个另外一个 确定会发生的 大家比较要去观察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到底要怎么跌 会跌多少 那 当你入股真的确定开市之后 那台北股市 我认为才会比较回到 真正的一个正常啦 你那边不开市 那 摆的一件事情 这边没有让它去实现出来执行 那其实对台股 台股来说 就不是好 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反映市场 你入股开市之后 我们再去反映整个市场现况 比较真实 那如果台北股市又有经过机会回撤呢 我昨天有讲 你就关了新台币就好 那我说新台币越接近30块半 大概大概这区块啦 越接近它不见得一定会来 但是就是越接近 越接近30块半 那对指数 我现在所讲都是指数 对指数来说 就越有机会是这一波修正的一个 至少有机会出现转折的地方了 那会不会是满足点 不敢乱下定论 但至少是一个有机会出现一个 比较像样的转折确认的地方 搭配新台币去判断 那既然如此的话 我说指数部分 我们刚才讲过了 那指数你不用急 那个股呢 个股 它就不见得我要等指数 个股就不见得要等指数 这是你要知道的 那既然我知道 它绝对会形成一个中长线的转折买点 那我就把股票 我把它找出来 我去找机会去介入 你遇到利空 你遇到这种非经济的因素 股价被压抑了 我就找买点啊 对不对 这种利空 你说这种武汉这种肺炎这种利空 会每年发生吗 每个月都有吗 没有 前一次SARS 十几年了 这次又有一个 对不对 那所以 换一个角度想 就是把握机会 就是把握机会 该买 买什么 你要找到 不要到时候又不知道该做什么 看人家赚钱 对不对 又看人家赚钱 我今天先介绍其中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是8255的蓬城 8255的蓬城 这是我挑选2020年的一个精选股之一 8255的蓬城 我说我现在所挑的标的基本上 今天大涨 今天最高到101.5 收盘100.5 那你去看它的K线位置 你觉得它涨很多吗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挑选它 也就是说它会不会有机会 今年是走一个向上向上的趋势上去 有没有机会走一个趋势向上 从基本面去看 蓬城 其实讲到这个东西 你要先从全球趋势来看 如果一个全球的某一个趋势 对这家公司是有利的 那可想而知 绝对是反映在哪里 最后的财报上面 那要讲它的同层 就要讲到全球的一个各国 对于整个汽车的一个碳的排放量 全球各国对于汽车的一个碳的排放量的一个定出的标准 当大家越来越严格之后 你对某一个关键的一个原件也好 那它的需求势必是真的是技术水准就要求就来了 那商机就来了 所以当大家世界各国对于汽车的一个碳的排放量开始定出一些标准之后呢 开始限制了 所以高效能二极体 这个东西它可以让车用的发电机效率 从64%到68%提升到72%到76% 也就是说它可以高效能的二极体 它可以让碳的排放量降低 所以你从你从什么 你从实际上的一个它的一个市场出货量 你可以看得出来 真的需求越来越明显 原因就在于说碳的排放量的一个标准 LLD高效能二极体 在2018年的出货量 450万颗 蓬城 2018年的全年出货量450万颗 到2019年就去年 去年的出货量已经来到多少 1500万颗 OK 你看到成长了吗 对不对 好 那来到预估今年2020年的出货量会跳到3500万颗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原因就是什么 原因就是各国对于车用的 车用的汽车的这个所谓的一个碳排放量 定出标准 所以发电机的一个效率必须要提高 甚至 甚至 蓬城的一个 所谓的ULL的一个超高效能的二极体 另外还有超高效能二极体 预期也会在近一两年内 从出货开始到量产 那届时呢 对于整个车用发电机的一个效能呢 会从现在的二极 2030年全球的这个汽车 油电车也好 或者是所谓的一个电动车也好的一个产量增加之后 降低的是什么 压低的是这种燃油的一个汽车 那燃油汽车预计在十年内 就是到2030年之内 全球的产出量 市占率会降到35% 到目前为止都还有六七十percent是 是燃油车 那也就是说 在未来的十年内 产业趋势完完全全靠向 蓬城 他完全做好准备了 然后呢 转投资 镜头厂瑞科 打进了丰田的供应链 2020年开始获利无虞 所以很多东西 蓬城我虽然只写了一两样 但事实上这家公司 他完全是搭上了未来整个车市的一个发展趋势 也包含了环保 所以 2020年的一个金犬成长股之一 825的蓬城 其实我认为他的一个趋势 一旦确定是成型的话 不只是2020年 有机会走到2021 2022都有可能 重新回到一个成长轨道了 那这个是今年 我今年跟各位介绍了 第一档8255的蓬城 位置相当的低 那下半段回来呢 我会再介绍另外一档标的 我基本上我都会针对2020年 业绩营收EPS可能要爆发的 或者是进入成长期的标的 我挑选给各位来做认识 介绍 那再来进广告前呢 我还是提醒你 有些标的我可以公开跟你介绍 有些标的我还是必须 私底下给特别的客户来做一个操作 譬如像这种标的 大股东回补持股 今年的新产品 三月开始出货 2019年的第三季毛利率跟盈利率 激增都到8% 9%以上 哪一档股票 这个私底下 我们会带客户操作 那如果说你有兴趣跟着我们操作 那我也讲了 年度会员 从现在开始一路做到年底 从现在开始一路操作 一路赚 一路赚到年底 2020年度会员 因为你如果相信 武汉肺炎这种疫情带来的指数拉回 会是创造出一个中长线大转折的话 它会是一个投资契机 那请你不要错过这个投资契机 请你买进对的标的 我要召集 2020年年度会员 年度会员 你直接一路做到12月31号 你就报名 然后一路操作 其他的事情什么都不用管 就开始操作 做到年底 好好地把握这一次 因为一个非经济的因素 所创造出来的绝佳的很多好股票的买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赚钱机会 不要浪费掉了 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立足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经典 各行各业交织成产业脉络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从台湾放眼国际 从生活挖掘商机 从十一柱形出发 用最新的思维 掌握正确的趋势与方向 我是曾忠祐 非凡商业台 全球新观点 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大家好 我是曾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前场大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这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前场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前场大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所以接下来我们再讲另外一档标的 我说你这个时候 你就要去找好股票出来了 那我也不用跟你遮遮掩掩 我直接跟你介绍一两档 我觉得今年度 你可以去留意的 不管是一个波段型的一个 长线的一个看法 或者是短时间内可以看到 有可能会有出现一些 成绩爆发的标的 我们把它找出来 那接下来这一段 我们要看的是代号 今天也是表现不错 代号4935的茂林 今天表现也不错 那茂林的题材呢 我相信有做功课投资票 普遍应该也是都相对认识 茂林经过整理一段时间之后 这里做一个突破 股价拉回 所以利用这一次的疫情的一个 出现一个跳空的 昨天重挫拉回 那我觉得就是可以找机会 只是你要知道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看好它 它为什么还有机会向上 甚至你为什么认为它可以再创新高 来 苹果剪刀脚键盘 目前来看的话 有机会持续延伸到 苹果的全系列的饼垫 这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很关键 很重要 那所以基本上 很多人都知道说这件事 但问题是很多人 出现一个问题 它可以创造出 贡献它多少的一个营收 可以贡献出多少EPS 目前市场当中 其实因为节目我不能跟你预估 我们预估的EPS数字 没办法 碍于这个规定 我们不能够去跟你讲 预估的EPS数字 但是 那个数字 你如果去看它前一两年 前年的数字 跟预期在去年 2019年的数字 EPS的话 今年2020的EPS 大家普遍所预估的 以它的目前所遭遇的状况 毛利的状况 那个数字 EPS 相对去年前年 很可观 所以 算一算股价 很划算 那那个数字我没有办法公布 没办法 毕竟是一个 我们预估的数字 节目中是不能公开的 好啦 那这件事情你要去留意 如果持续再延伸到 苹果全系列的饼店的话 那当然这个需求量 贡献营收的数量 会持续过来 那第二个 导光版的原料 键盘的导光版原料 MMA 那MMA就是我们作为 甲基饼锡酸甲脂 甲基饼锡酸甲脂 它的一个报价 从每公噸 每公噸的2700美元 到去年的11月份左右 降到了1500美元 每公噸 那降幅从2700 降到1500 降幅这么大 所以创造什么 所以让茂林的一个毛利率 拉升到了 到第三季所公布 财报所公布的数字 毛利率拉升到第三季 财报公布的数字 达到两成 20%了 所以如果 因为我们目前所看MMA 它的一个 供需状况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它再涨价 再拉回去 价格再拉高上去 几率是不高的 所以毛利率的部分 我们认为 如果维持现宽 这样的状况下去的话 基本上 搭配营收的成长 那2020年的EPS 我们所初估的数字 极有可能会实现 那其实不只是 不是我们 我们个别研究部门 我们在估这个数字 市场上很多法兰法人 部门所估的数字 跟我们差不多的 那个数字 看到现在的股价 好便宜 你没有想过 你绝对 你去看它的一个 过去 来 它前年的 EPS1.29 赚1块2毛9 1块2毛9 然后呢 到去年度的 第三季 已经公布的话 已经到1块7 所以了不起 去年全年 可能到3块钱好不好 假设到3块 说3块多 这1块多 3块多 那2020年会赚几块 如果叫1块多 3块多 再跳上去是跳几倍的话 那股价应该 应该怎么估呢 那营业利益率呢 从2.43 2.6 3.5 5.7 一路跳 毛利率也跳到哪里了 到单单第三季 第二季第三季 到单单第三季呢 是20% 所以 茂林 特别留意 他要公布的1月 或者尤其是2月 尤其是2月 正常月份 2月份的营收公布 还有他预期 未来大家预期 2020年 今年度全年的EPS 合理股价在哪里 趁着这个疫情拉回 各位 把握机会 很多事情我都先讲 那 但是最后呢 我还是提醒各位 这些标的 是我提供给各位 你们去认识 去了解 但是要不要买 怎么看待它 你们自行斟酌 但是有些标的 我就没办法跟你分享 譬如像这种标的 有些标的 我们还是持续 我们还是私底下留给客户 我们特别的标的 那这档股票呢 筹码上面 当然绝对是安定的 那大股东呢 也出现回补持股的现象 那大股东的回补动作 基本上 很明确地告诉你一些 已经透露一些讯息了 大股东的一些动向 是很明显在透露 未来的一些讯息的 那 我可以跟各位报告的是 今年的新产品 在三月份要开始出货 三月份要开始出货 现在已经到一月底了吧 再来就准备二月 三月开始出货新产品 然后呢 2019年 我们从所公布的 已经公布的 财报数字来看 已经公布的是去年的 一个第三季的毛利率 季增 9% 各位 毛利率一个季 一个季度就跳了9% 那是相当明显的跳增 那对于整个营收 或整个单季的 一个EPS的差异性是 贡献是很大的 那 那盈益率呢 也是激增 将近9% 来到8% 那这个意思吗 这个很关键耶 所以 这个时候你再回头去看 为什么大股都回补吃骨 那这个标的一旦上去 那我们觉得它不应该是 不是 绝对不会是温吞的 所以我们特别留下来 私底下 带客户操作 我已经讲过了 带客户操作 当然要有一定的差异性 好 现在呢 报名操作很简单 好 我说现在报名很简单 你就报名一次就好 一路做到哪里 一路做到 2020年的12月31号 那原因主要就是什么 因为武汉的肺炎疫情 造成指数的拉回 它一定 我可以讲这百分之百 这种东西 它飞浸性的因素 造成的指数的一个拉回 绝对是百分之百 会创造出什么 肯定的是一个中长线的 转折的买点 那我们不是去做指数 所以我们要去抓的是 哪些个股会创造出 最佳买点出来了 我钱我投入下去 然后呢 一路上去 一路上去 因为当行情一直稳 这类的标的会率先冲上去 那未来几个月后 这类型的标的 我利用这一次疫情所买的标的 我可能要赚超过五成一倍 你要把握这种机会 所以既然有这种机会来了 我要募集2020年度会员 最低的收费 最低的收费 但是我给你一路操作到 12月31号 有兴趣投资朋友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直接拨电话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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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